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道风味独特 简单易学的豆腐新吃法 豆腐切两厘米的小方块 切点葱花 姜末 蒜末 锅内倒油 油温五成热放入豆腐 小火煎至四面金黄 捞出备用 用锅里剩下的底油 葱姜蒜炝锅 放入豆腐 然后加可乐一罐 一点老抽 双蒜 加点盐 锅内小火炖约五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切点青红椒 豆腐炖到汤汁 基本收到豆腐里面的时候 下入青红椒 炒到断生 小火 出锅 一道好吃的可乐豆腐就做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